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临床多表现为手足绝寒或肢体疼痛或麻木等 常用贵姿 细心等温筋散寒药 与当归 白勺 熟地等不养饮血药物配无主方 代表方如当归斯尼汤 下面我们来学习当归斯尼汤 当归斯尼汤来源于伤寒论 由当归 贵姿 勺药等七味药物组成 具有温筋散寒 羊血通脉的功用 阻致血须寒绝症 正见手足绝寒或腰 骨 腿 足 肩臂的疼痛 口不渴 舌淡太白 脉沉细或细而欲绝 本方症的核心病急是 银血虚弱 寒凝静脉 血腥不利 树体血虚而又静脉受寒 寒血凝滞 血腥不利 阳气不能达于四肢末端 银血不能充饮血脉 随臣手足绝寒 脉细欲绝 此手足绝寒 只是指掌至婉怀不温 与心肾阳衰 阴寒内肾 四肢绝腻有别 此手足绝寒 只是指掌至婉怀不温 与心肾阳衰 阴寒内肾至四肢绝腻有别 由于寒宁经脉 血腥不畅 则腰 骨 腿 足 肩背疼痛 口淡不渴 舌淡抬白 也为血虚有寒之相 所以 智应以温津善寒 阳血通脉为法 本方由贵之汤去深江 被大枣加当归通草细心组成 方中 当归干温 阳血合血 且可温通血脉 贵之心温 温精善寒 温通血脉 二药 以阳血为主 一 以温通血脉为主 是治疗血虚寒淡 血脉不畅的常用配物 共为军药 细心温精善寒 助贵之温通血脉 白勺 养血合淫 助当归 补义饮血 共为尘药 通草 通草 通筋脉 以畅血心 大枣 甘草 益气健脾 养血 共为佐药 重用大枣 济合归勺 以补银血 诱防贵之细心 心造太过 伤及银血 甘草 兼调药性 而为食药 全方共咒温精善寒 养血通脉之效 本方的配物特点是 温阳与善寒并用 养血与通脉兼施 温而不照 补而不治 下面看临床运用 第一 辩证要点 本方是养血 温精 善寒的常用方 临床应用 以手足绝寒 舌淡胎白 脉细欲绝 为辩证要点 第二 加减变化 至腰 骨 腿 足 疼痛 属于血须寒凝症 可着家 穿断 牛膝 鸡血藤 木瓜等活血去鱼之品 若家无处于身家 又可至本方镇内 有酒寒兼有 谁淹偶逆者 若用至妇女血须寒凝子 经济腹痛 及男子寒散 骨骄 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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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着家 乌药 小茴香 梁浆 香腹等 离气止痛 若血须寒凝所致的手足洞肠 不论初期 末期 或者乙愧 均可以用本方加减运用 第三 现代运用 本方常用于血栓必赛性脉管炎 无脉症 雷诺氏病 小儿麻痹症 冻伤 妇女痛经 肩周炎 内风湿性关节炎等 属于血须寒凝子 第四 适逆的比较 这个问题很重要 伤寒论中 以适逆命名的方计 有 适逆散 适逆汤 当归适逆汤 三方组织症中 皆有适逆 但其病机 用药却大不相同 适逆散症 是因外邪传经入理 阳气内淤 而不达四末所致 故 其逆人 仅在枝端 不过挽怀 上可见 深热 脉旋等着 适逆汤子绝逆 是因 阴寒内肾 阳气衰微 无力到达 四末而至 故其绝逆严重 冷过轴膝 甚至通体皆寒 并伴有神衰欲昧 腹痛下立 脉为欲绝等证 当归四末汤子 守住绝汗 是血须受寒 寒凝筋脉 血心不畅所致 因其寒 在精不在胀 故 止绝的 沉度角四末汤 为轻 并肩 肢体疼痛等证 因此 三方的用药 公用 全然不同 正如周阳俊所言 四逆汤 全在回阳起见 四逆伞 全在和解表里起见 当归四逆汤 全在阳血通脉起见